嗨 不爱就散一别两宽 不爱了才是关键 在每一集里面都有方玉律师 三十多年在法庭所累积的真实故事改编 再加上我们分享自己的亲身经验 分享一点不同观点 再提供你相关的法律知识 对 希望我们都越来越能爱 去爱 即使不爱就散 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找到更完整的自己 不爱就散每周24晚间8点首播 欢迎大家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对 而且每个星期也同步更新 在各大Podcast平台 你就搜寻不爱就散 让我们声音来陪伴你 不爱就散 欢迎收看 我想到了一个新的了 好 欢迎来律师 方老师 你想到什么新的 就是欢迎收看 至少有押韵 好了 今天我后面接的是 破镜重圆 未必是不散 这有押韵 也有押韵 而且有意思了 对 好 我们先讲 因为这个个案 方域律师提供的时候 我一看两个人在同一个公司 那我们先讲 在法律界同样都是职业律师的 这样的couple 很多呀 很多啊 你知道为什么多 因为他们认识的时候 在法学院 是这样吗 对 因为女律师很难找到对象 就是说你把排行榜 就是女性 就是说如果结婚对象 排行榜 你可能第一个是老师 护士 对不对 你看 最后一名第一次律师 是哦 大家不爱恰杂母 对不起 就是讲通俗的歧视 不是我的意见 不是你的意见 但是现象学 就是现象是如此 就是律师其实一般就是 女律师 法官还不至于哦 女律师坦白讲 就是比较大家不会觉得 好像跟他结婚老师会觉得 你会来共要夫妻财产制一样 所以通常女律师的行情最低 在婚姻市场 第一次听到耶 婚姻市场里面 大概我们是最后一名 所以我们通常要是结伴 就是能够结婚的话 得要是在纯纯的爱 就是在大学时候 所以两个都一定会是班队 像我就跟我先生是班队啊 对然后呢 这样我了解了 对对所以两边都是律师的 可能就是会共创事务所 你有没有看语又语 非常律师 没有耶 还没哦 还没 没有吧 那两个就都是律师啦 但有一个后来去做 做韩式寿司了 啊真的吗 律师去当 韩式寿司对对 我有贴给你哦 有空再看 他最近实在太忙了 我最近看了 我刚才跟那个在讲 我最近看的是我的出走日记 好看吧 超级好看 你只要看完两就一直看下去 我告诉你 但我最喜欢的 到最后最喜欢的是那个哥哥 所有演员里面 你现在看到哪一个 我告诉你 我是巨太太 什么意思 我就是巨先生的太太 哦 我从玄冰 可是对啊 你前面 我还就在一周讲玄冰啊 对 然后还有白亦诚 还记得吗 记得 我现在是巨太太 还好 我很少 我很少会因为男主角陷下去 非常少 我告诉你 他超帅 好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呢是 夫妻共创事业 老公负责业务 来请结下去 然后巨太太说话了 就是说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这对夫妻两个是共创事业 然后他有一个特征 其实就是还是女主内男主外 主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只要主内就是整个财务啊 全部都是这老婆在管的 整个管理经营 还有签约 全部都是老婆在管的 那老公呢 就可能跟别人去hang out啊 社交啦等等 就可能有些业务能力 可是真正把这个案子给接下来去执行的 都是这个太太 OK OK 好 所以他是一个很清楚的分工吗 对很清楚的分工 那你也就会可以想象 这个男人其实在外面看 看起来就是好像 好好心生 或者是很风趣 所以你知道吗 就开始会有些哥们 那哥们讲 哎呀你是七管言啊 就开始会交十分啊 就认为说你的钱都是在你太太里面管 这样不太OK吧 对 你钱都在你老婆那里 你也没有被掏空啊 好 对不对 你怕你老婆啦 然后这个事业呢 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你老婆的 都好像不是你的 所以他听多了就 听多了 你知道心里开始起了一些涟漪了 然后后来就跟他老婆说 哎 那个账我 我看看 他这个账 他老婆你知道说你干得懂吗 对 他老婆心里你很清楚嘛 那他老婆就气了 拿去 我不管 你这样子来质疑我你拿去 你拿去 这样一拿去 自己一来一往 一来一往就开始就吵起家来 然后这个老公说 你别进来 我告诉你这个公司是我的 嗯 你不要进来了 突然就自我膨胀 自我膨胀 那他就想要证明自己就是这个工作 这个公司的 然后因此 可是后来就发现了问题了 发现问题是什么来呢 因为这个老婆呢 就说我要离婚 对不对 我要离婚 第二个呢 他就说 我要剩余财产 因为我 你知道我做账的人 我非常知道 这个公司的财产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 嗯 做管理账目还蛮重要的 因为他知道财产都在哪里 因此这个老婆呢 就开始吃苦呀 对老公的财产 因为那个现金账 他知道放在哪里 那个账目先扣住了 他怕他把他提走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一扣住 你知道公司有一个最大问题 金流是很重要 对 所以他开始公司就出现了 这个周转上的困难 那这个厂商 因为有的票期没有办法那么快 所以因此厂商就开始 不信任的这家公司 就纷纷的就是不跟他交易往来 然后呢 他开始发现了说 这个要账 那不就一落千丈了吗 是 所以这整个厂商就 开始就不信任这家公司 就开始发生了债务问题 好 在打这样的一个离婚官司当中呢 有一个人出现了 一个女英雄出来了 就他太太 就他太太 去跟厂商谈 这家公司是非常好的 你这个款项 一定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我可以怎么样 他就把这个假扣要给撤销掉 主动哦 他就主动 然后再跟这个厂商谈 你看这家公司体制非常好 我们只是夫妻吵架而已 所以你还是要跟他往来 然后你知道这个老公很有趣 开庭的时候 每天咒骂我 你大概是最烂的女律师了 好多人很喜欢人身攻击我 真的 你的客户是他老婆 自立心 对 然后呢 就一直骂 一直骂骂 骂到我觉得说 你够了没有 就是好像那种 你知道咒骂的词 他全部那个字典都让他写完 然后呢 什么办法大概都写了 然后呢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我就觉得 可是这个老婆说 诶 那个我们这个案子就怎么样处理好 就测一下脚盔 做完之后 他老公突然发现 他的厂商来告诉他 他老公还不知道 所以那个侠女是他 要离婚的老婆 对是他老婆 这个贵人 然后呢 他才发现了说 原来这些厂商 后来纷纷跟他交易 然后也愿意延期换票 所以是他老婆的面子 是信任他老婆的话 对 然后呢 那个撤销假扣 他在后面才撤销 但是前面就去帮厂商安抚好 延票 换票 这老婆真的是瞎你了 然后他老公从厂上讲 我告诉你啊 你真的不懂珍惜你老婆啊 你看你这个事情 还是你老婆来帮你的 那他老公会不会更不肯离了 也不至于 没有 这个时候爱情回来 他就说 那天他就跟我想 你真的知道 我老婆真的 我现在才知道 最爱我的 最珍惜我的 还是我老婆 然后我就在电梯里面看着他 你刚才不是 你之前都一直在骂我 我现在是怎样 你突然觉得我是一个恩人了 他突然觉得我是恩人 他想透过你去 劝他老婆说不要理了 之类的 然后他就觉得 他就很谢谢我 帮助了他老婆 我想说现在是什么角色 我现在有点confused 你到底我现在是什么角色 他就开始公为了他老婆 然后公为了我 然后呢 最后故事 第十集 最后呢 这个老婆也 他因为他不断地跟他求和嘛 老婆说不行 我还是要离婚 我本来以为他们两个就真的不离婚 但是最后老婆说不行 这个婚还是给你 好 所以那天我去开庭了 就离婚对不对 然后呢 离婚停的时候 我们同意这个条件 他愿意分期付款 我说从律师的角度来看 分期付款一定要有一些惩罚性违约金 万一你不付了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就一起未付 视为全部到期 好 我们就让你三期我就视为一次到你 我们上次有讨论过 对 第二个 我还要让你double违约金 让你一定要付这笔钱 你猜老婆反应是吧 不要啊 对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二百五 不要 賴律师不要 我说 不要好 不要 不要主张 对 不要主张 然后那边讲 我说那你的意见呢 我老婆说的算 我说现在到底是在打离婚庭吗 他说我老婆说的算 我说那这个也不要 最后说法官还是说 那我们就调解离婚了嘛 那我记得那天静中午 那个静中午发警要把那个灯给关了 午休 午休了嘛 然后发警就说 但是啊 他们为什么离婚 这电影里面很重要的这个绿叶出现了 对 然后我就笑得无奈 我说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然后呢 我们就走到同一个电梯 两个手牵手 真的还假的 然后去dating 去吃午饭 然后我这个律师提着公事包 下着雨 这边等公司 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到如此 就是说 有些事情你不要可能用很表面了 有时候关系跟爱情就是回来 虽然婚姻没了 但爱情也回来了 未必不散 你现在想说爱情也回来 就你的感受 你的真实感受 我的真的 他们那个眼睛都是粉红泡泡好吗 粉红泡泡 他看不到一个绿色的凄惨 那在最后一天离掉之前 你的当事有没有任何给你的感觉 就是不离也可以 没有 所以女性啊 我跟你讲还是很深 你不要掉到那么深的海里面 你可能就是 挣扎的都出不来 所以这个太太还是很深啦 还是深 还是爱着 还是怎么样 心思意念 跟她的想法 就是我不知道 也许这一刻的情绪她不错 那就跟前夫一起去吃个午饭 但是呢 想久了一点呢 她还是不信任这个前夫 所以是会把她扫地出公司 所以离了再说 然后看我的心情 要怎么样对你 因为我救过你嘛 深了 老师你说深了 我还没有理解她生在哪呢 因为那个法警 让你的情绪 又往下降了一几 对 重点是下雨 我觉得她那个画面也很好笑 赖律师 他们为什么要离婚 对 我觉得她在 她在 奚落你啊 对她在奚落我 她就是在奚落我 然后呢 重点是我记得那天 提着公事包 然后打着伞 等公车的时候 那个狼狈 然后看了一对夫妻 已经离婚的夫妻 前夫前妻关心 恩爱 就是非常恩爱的去 坐着车 然后开着车 然后都忘记了 你可以载我一程好吗 你要不要坐边 你要帮我搭个变身 不要现在他们的世界 容不下你 对 好大的一粒沙 对不能有电灯泡 这很妙 这很妙 很有趣哦 世间情 世间情 好我们节目结束 我要安慰她了 欢迎大家 爱在分享 开启小铃铛 嗯分享 然后多写 多写信给我们也可以 我们可能在 对对对 我们可以在 你的 你的信写给我们 你可以听方老师的观点 也可以听我的观点 或者给点法律意见 对就是如果你 目前在亲爱关系 婚姻关系当中 你有一个困扰 或者你已经想解决这个困扰 要问赖律师的话 也欢迎你把个案 你自己的经验 写给我们 嗯 真是有蛮好的 我们等着你的来信哦 好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